今天是,我上个礼拜是209,209只有11个人交,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逼迫你同学做209。 那之前的话,这个反而比较不重要,那个就是我们先做209,209那个分很很重要,但有时间再去做这个。 209的话呢,那我们那时候是讲这个PowerPoint,因为那个PowerPoint的话是下个单元,我们要让PowerPoint的自动产生。 所以在讲这个做,不做209之前,我先就是现在还是一样复习一下,这个是上上礼拜。 那个要那个就是讲那个动画,动画最上面这个也是就是这个进入嘛,接下来就是强调,强调这个随机线条啊,这些命令,英文也要知道。 为什么英文也要知道?不是说,不是说,当然在台湾你,因为你们来年书的目的就是要顺便,就是要学英文啊,就是要走向全世界啊。 那因为就好像台湾的公司啊,如果你不来年书,你就好好的去当个专业的专业技工或者什么都好。 现在台湾当技工,一个月薪水都十几万以上,可是你当技工就是当技工,你没办法。 那个想要往当老板的话,你自己要英文要很强,或者要聘一个聘一堆人,英文很好。 因为那个它一定是,你的产品一定是卖到全世界。所以你要就是说要有这个概念,要学英文。 那我们那个pound point那时候是讲强调,然后就像这边离开,你们看到这个有什么随机线条啊,disappear等等等等的。 好像我这边还有用到一个叫做那个swivel,那个叫旋转。旋转的话是swivel,是什么东西。 我说过,你学的任何东西,你手上有手机,你就马上去google。 那swivel就是旋转。你看一下,尤其是你看到这个维基百科那个图。 你看一下,就是说比如说挂钩,那个挂钩可以旋转,可以旋转的那个东西,就叫做swivel。 那swivel的话,你的发音呢,你也自己就是去看手机,点一下就发音。 那你要更深入的话,你就去按一下它的那个字典。 字典这边有这个swivel,swivel当作动词的话。 它上面就是直接就字典,就是有一个那个例句, she swivel round to look out of the window,就是它转身,看到,看向窗外。 那这个另外一个叫做the ostrich,Ostrich是鸵鸟,O-S-T-R-I-C-H。 the ostrichswiveled its head in our direction,那个鸵鸟转头看向我们。 这个swivel,那今天我们同学就是一定要做上个礼拜的。 上个礼拜的那个有像这个陈冠城,陈冠城最后,当然它是最后可以离开。 还好因为我就教他就把他做完 所以今天一定要做完 你这个上个礼拜的 因为我们还要认识这个 上个礼拜没做完 什么叫做大理言模型 就是联到联到那个 他是在209 就是说在商业套专业园体 208 209 那209 208 209那边就是说有这个 我示范网页 示范网页的话 那你至少就是以上程式嘛 你自己就至少你要call 那边真的是 那个这边程式码有没有 你call过来call在哪边 就是以上程式码 然后一直call到那个就call到这边就好了 那个你就call call然后在html模式贴上 像这个乘惯程 乘惯程至少他 我那时候我有那个跟他 跟他教他一下 如果说所以那个没有同学有加分的机会 如果是你同学教他 他就加分 那我说那程式码他的话 当然他做的很阳春 很阳春 就是说他只是做了这个连接的功能 像这个我说这个什么东西 我这边讲今天这个说同学要知道大语言模型 为什么我要提到大语言模型 你们同学要莫名其妙为什么上学期就跑去考金融科技力检定呢 那金融科技力检定都是有考这些观念啊 你们都还不懂你去考的话 就好像你们去考那个谱业一样 会事被公办 你课都没修你跑去考干什么啦 你只在那边背那考古题浪费浪费时间啊 然后那个你就是正在修或修完之后再去啊 那个啊尤其是我就跟你们讲那个数学英文最重要啊 因为数学英文不是数学英文啊 英文跟电脑啊 你现在不学一辈子没机会学啊 那个今天把这个做完啊 那同学那个像这个陈万诚的 你今天就是也是一样把它补充啊 就是说至少有没有 你知道有这连接啊 连接模型 你要去考那些金融科技力检定的话 你就是要在这边这种累积这些知识啊 累积这些知识更有概念的话啊 然后你你再去考啊 像他会去考那你去考那金融科技力都有考什么区块链啊 什么那个大语言模型都会啊 那今天把这个上礼拜的那个做完 好像这个陈万诚的我讲说啊 这边我今天有一个连接啊 1好1就一个连接啊 然后那个66的话按下去就会连接到6 然后那个你把它弄完把它写完 我们才做这几个连接而已 像这4没有做5啊 没有没有没有6也没有 像这2是有2的话啊你有连接的话啊 你就是把这个呃 游标一过来 他就是会变成一个手的方向 然后就手的方向按下去 然后就连接到2啊 今天就把这个做完了上个礼拜的那个一定要做完啊 然后那个转场动画的话哈 那个呃你们有兴趣的人哈 那我是跟你们顺便跟你们讲说哈 台湾目前哈做电脑教学做也好的是那个呃叫做啪啪亚的哈 好我等一下顺便会讲一下啪啪亚哈 大家来顺便来看一下为什么好好来 像你看那个你这只有1018次哈 是啪啪亚哈 啪啪啪亚哈 那个 Excel就是哎 不要不要 不要Excel了 他那个随便啦 他那个教教比较好的是啪啪亚哈 呃 啪啪亚 看一下 我现在比如说那个Pound point 就是啪啪亚电脑教师哈 Po Into 他的点阅率有到六七万哈 有到六七万像那这边就比较进阶的讲什么叫GitHub 哈他全部都有讲哈 我要讲这个譬如说这个Papaya那个Pound point的哈 电脑教学哈 他教的你看这个观看次数有到一百万次就不得了哈 台湾这么一个小地方哈 他六年下来有累积到一百那个一百四十二万次 比较好的就是就是这一个啦哈 那当然如果说你要看那个最顶尖哈 当然其实他们学也是看国外的哈 你要看最顶尖的 当然你就是要看哈 国国外的哈 那 刚刚有说过哈 我们再下一次哈 又要用到那个 哎 Tikinter哈 不是Tikinter啦 就是说Powerpoint哈 当然这个里面有一个东西 我把它干脆就顺便在这边写一下哈 因为那个我们那个所有的程式设计哈 有一个那个重要观念哈 当然最重要的观念就是那个哈 就是物件导箱哈 物件导箱哈 物件导箱哈 就物件导箱啊你要把物件放放在哪里 物件哈就是说将这个物件哈 将物件将物件哈 放在一个容器哈 放在容器哈 容器叫做Placeholder哈 P-L-A-C-E-H-O-U-L-D-E-R哈 那我们因为我们都要很多地方用到这个这个观观念哈 那个所以这个那个像这个哈 像我们那时候就是用程式的话就是说哈 那个你跳出哈跳出一个视窗 当然这个视窗也是一个物件哈 然后物件比较大的物件 当然我们这边呢就是那个跳出这个视窗哈 视窗像这个林青霞就是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什么东西哈 就可以把它当作一个那个 简报哈 一个简报 简报10 简报20 简报20 那再下一次的话呢 我们也是就要把这些观念哈 观念就是说 利用就是说用POWERPOINT做报告哈 利用这个程式观念 然后呢 产生哈就是产生这个物件哈 比如说这个这个呢 这个就是一个POWERPOINT哈 叫做串列哈 一个串列哈 然后呢 这是第一个物件 0是第一个物件 第二个物件 第三个物件哈 那到时候呢 我们也是说要干嘛 用这个建构子的观念哈 比如说那个 产生那个POWERPOINT哈 叫做就是那个 一个叫做用Presentation哈 那个建构子哈 呃 反正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哦 我那个什么东西 网路全部都有了 然后我们现在这就是要讲这个哈 因为因为很多同学啊 就算你没有修我另外一门课的同学也是一样哈 反正又诚实嘛 就是给你我们重要的哈 就是说要你有这个观念了哈 啊 我刚刚不是说什么东西等于tk吗 啊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等于什么等于Presentation哈 这这有没有看到这一个 那个我把哎 这可不可以再放大好像不行了哈 就P-R-E-S-E-N-T-A-T-I-O-N哈 就P-R-E-S-T-A-T-I-O-N哈 就是产生一个哈 投影片哈 譬如说这个投影片一哈 他这边叫做P-R哈 P-R不是啊 对啊对啊 P-R-1哈 P-R-1就是等于哈 Presentation P-R-E-S-E-N-T-A-T-I-O-N哈 就是产生一个简报 好那我们前面的话是什么东西 是我们前面的话有没有就是 我就顺便讲一下哈 就相当于哈 W-I-N 我要那个哈 因为要下一单元哈 我们又是要先那个预习一下哈 就是等于什么东西啊 这边就是产生一个视窗 产生一个视窗 跟产生一个投影片 他背后的道理是完全一样的哈 好了我们今天还是一样哈 先把它做到这个 我就乘完成这个例子哈 那个你先把那个上礼拜的那个东西做完哈 做完因为我已经跟你讲程式码都给你了哈 就是把那个做完哈 可以编辑一个那个呃 编辑一个这个网页 这个网页哈 就是又有这个是连结 因为这样什么东西 因为这些观念都是跟你这边写的什么监督学习 半监督学习